又隐居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跟你说哦 就是啊 有很多坏蛋 出来作乱了啦 那可不可以 把他们踩扁扁吗 哦 如果你在那里的话 好像可以把他们踩扁扁哦 但是 那魏斯里先生他们 到底要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一起来继续听下去吧 没想到 奎蒂奇世界杯才刚结束 露营区里却发生了大事 魏斯里先生 在交代完哈蒂跟妙蒂他们一行人 要到安全的地方避难之后 就加入了魔法部巫师的行列 前去处理这件事 现在 罗伯先生他们全家人下方的那群喧闹的人潮 已经距离哈蒂他们越来越近了 只见 弗雷一手抓起金尼的手 开始拉着他走向树林 而哈蒂荣恩及妙蒂 也跟着一起走去 他们一到达树林 就不约而同地回头张望 他们可以看到 魔法部的巫师们 正努力地想要挤过人潮 走向正中心那群罩着斗篷帽的巫师 但却怎么也挤不进去 看来他们是投鼠忌器 不敢任意施展魔咒 免得阿亥德罗伯一家人 从空中上摔了下来 这时 原先照亮通往体育场小鹿的彩色提灯 已经完全熄灭了 无数的黑影在树重街盲目地乱窜 孩子们大声地哭闹 而担忧地喊叫声 喊惊恐的吵杂声 在哈蒂他们周围 清冷的夜色中 隆隆地回响不已 哈蒂感到自己 不断地被一些看不见面孔的人 推来撞去的 然后他听到了荣恩的呼痛声 怎么啦 荣恩 你在哪里 妙丽赶紧担心地问道 猛然停下脚步 却害得哈蒂一头撞到了妙丽身上 Lubus 妙丽点亮了魔杖 将一束细细的光线照向前面的小鹿 哦 荣恩趴倒在地上了 他愤恨地说 哎呦 没事了 我被树根给绊了一跤而已 这时 他们后方响起了一个 慢枪慢吊的声音说 哎 这也难怪啦 脚大成那副蠢德性 想不被绊倒哦 都难 哈蒂荣恩和妙丽急急忙忙回过身来一看 原来是拽哥马粪 独自站在他们旁边 身子倚着一棵树 看起来非常轻松自在 只见马粪双手抱胸 似乎一直在透过树林的缝隙 欣赏着营区的热闹好戏呢 然后荣恩对马粪说了一句话 哈蒂知道要是为斯里太太在场的话 这种话打死荣恩也不敢说出口的 马粪这时 他那双浅色的双眼闪闪发光 然后对荣恩说道 哎 你嘴巴放干净点 为斯里 你们该往前走了吧 要是他被人发现的话 可怎么办啊 你说是不是啊 只见马粪朝妙丽点了一下头 就在那一瞬间 就从营区那里传来了一声 如炸弹爆炸的声音 空中闪出了一道绿光 照亮了他们周遭的树林 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妙丽不服气的问道 哎 我说葛兰杰啊 他们是在抓麻瓜耶 难道你想飞到空中 让大家看看你的小内裤吗 你要想要的话 那就待在这里吧 反正他们就往这里走过来 哎 这样我就有笑话可看咯 一旁的哈利大声吼道 马粪 妙丽是个女巫 但是马粪裂嘴露出恶意的微笑说 哎 你要这么想 那我也没办法 波特 你要是真以为他们认不出 马粪的话 那你们就继续待在这里好了 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荣恩愤怒的叫道 在场的人全都晓得 马粪 对麻瓜家庭出生的巫师 与女巫来说是一个非常侮辱人的字眼 荣恩 别理他 我们走 妙丽连忙说道 并一把抓住了荣恩的手臂 不让他冲过去找马粪算账 此时突然从树林的另一边 传来了一声让人心魂剧烈的巨响 他们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响亮的叫喊声 附近有几个人吓得尖声狂叫 但马粪却磕磕的轻笑 他懒洋洋的表示说 哎 这些人胆子还真小呢 你说是不是啊 魏斯蒂啊 我猜你老爸是叫你们全都躲起来对吧 他到底想要干嘛 难道是想要去救那些麻瓜吗 哈蒂发怒了 他说 那你的父母又在哪啊 正戴着面具正在那群人里面 我说的没错吧 马粪这时把他的脸转向哈蒂 脸上依然带着微笑 说 这个吗 就算他们真的是在那里 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对吧 波特 然后妙笠满脸邪恶的瞄了马粪一眼说 哦 好了啦 我们去找其他人吧 别理他了 对对对 你赶快走 把你的头压低一点啊 格兰杰 才不会被其他人给看到了 然后妙笠就强拉着哈蒂跟荣恩继续往前走去 荣恩这时愤恨的说道 我敢跟你们打赌 他老爸一定就是其中一个戴面具的家伙 嗯 真希望魔法部可以逮捕到他 嗯 我真不敢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哎 其他人都到哪儿去了 小镜上虽然挤满了人 却到处都找不到弗雷 乔治和金尼的踪影 而路上的每一个人全都紧张地回头打量着营区的动静 荣恩这时也掏出了魔杖 跟妙笠一样点亮魔杖的顶端 眯眼望着前方的小鹿 哈蒂这时也把手伸进了夹克口袋 他想拿自己的魔杖 但竟然没摸到 哈蒂唯一能找到的就只有他的全校望远镜而已 哦 不会吧 我的魔杖不见了 别开玩笑了 哈蒂 荣恩和妙笠一起高举魔杖 让细细的光照亮了周边的地面 哈蒂低头往四周搜寻了一圈 但并没有看到他的魔杖 荣恩紧张地说道 哎哎哎 会不会是你把他留到帐篷里没带出来啊 说不定他是在我们往前跑的时候 从你的口袋里掉了出来 没错 说不定就是这样哦 哈蒂只要一进入魔法世界 就会把魔杖带在身边 现在在这种混乱的场面中 突然发现魔杖不见了 这让他觉得自己非常的脆弱 很没有安全感 这时一阵沙沙的声响 把他们三人吓得跳了起来 只见家庭小精灵渣渣 正挣扎地想要从附近的一重灌木里跑出来 他跑步的模样非常特别 似乎必须用尽全力才跑得动 看起来就好像是有某个隐形的人躲在后面 把他往后拉似的 只见他奋力地往前跑 气急败坏地大叫着说 接着他就跑进了一旁的小路 在树林那边消失了 但他们可以听到 他仍然在气喘吁吁 哇哇地大叫 奋力对抗那鼓将他往后拉的神秘力量 荣恩好奇望着喳喳的背影问道 哎他到底是怎么啦 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的跑步呢 我看他一定是没有得到主人的许可 就自己逃跑啦 哈迪这时想到 之前的多比每次想要做出 对马粪不允许的事情之前 都会被迫动手先狠狠地咒自己一顿 听到这里 妙逆愤慨地说 哎 家庭小精灵 真的是受到很不平等的待遇呢 这简直就是奴隶制度嘛 科罗吉先生 先是叫他爬到体育场的最上面 把他吓得半死 现在又对他施展法术 害他在帐篷被摧毁的时候 连跑都跑不动 哎 为什么就没有人肯出来 为这些家庭小精灵做些事呢 但一旁的荣恩却说 哎 但是家庭小精灵 却觉得很快乐啊 不是吗 你在看比赛的时候 野老师听到喳喳 他在那边说 家庭小精灵 根本就不应该找乐子 他就是喜欢受人指使嘛 但听到这里 妙逆却动怒了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人 荣恩 你们一昧的支持 腐败不公平的制度 只因为你们懒得去管 这些家庭小精灵 这样对吗 突然 树林的尽头传来了一声 轰隆隆的巨响 荣恩这时 飞快地瞄了 妙利一眼说道 哎 我们继续往前走 好不好 或许马芬说的话 有几分道理 或许妙利的处境 确实是比他们危险多了 于是他们再度向前出发 哈利虽然晓得 口袋里没有魔杖 却依然不死心地 把手探进口袋 找个不停 然后他们沿着黑暗的小路 渐渐地升入了树林 一路上仍然仔细搜寻 弗雷乔治和金尼的身影 途中经过了一群 围着一袋金币 磕磕怪笑的妖精 显然他们是靠这场比赛 打赌迎来了不少奖金 营地的乱象 似乎完全没有对他们 造成任何的干扰 在沿着小路 往前走了一段路之后 他们踏进了一片荧光之中 他们抬头望进树林的深处 看到里面有一片小空地 三个高瘦美丽的弥拉 站在那里 身边围着一群 刮躁不休的年轻巫师 全都扯起嗓门 大声地在讲话 其中一人喊道说 我一年可以赚到 一百代金家龙呢 我可是危险生物 处分委员会的屠龙师哦 胡说你才不是呢 你啊只是破釜酒吧的洗碗工 但我可是货真价实的吸血鬼猎人哦 我到目前已经杀了九十只的吸血鬼咯 然后只见第三名年轻的巫师 他脸上的青春痘在弥拉朦胧的荧光中清晰可见 他这时说道 我马上就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魔法部长了 是真的哦 听到这里哈利 哈利一声笑了出来 因为他认得那个长满青春痘的巫师 他的名字叫做石坦商派 他其实是个骑士公车的车长而已 正当哈利想要转过头来告诉荣恩 但荣恩的脸却变得出奇的茫然恍惚 接着荣恩突然的大声喊道 哎 我有没有告诉你们 我发明了一种可以飞到木星的飞天哨走哦 真是的 直接妙弟骂了一声 接着他和哈利两人 就紧紧抓住荣恩的手臂 拉他转过身来 再一把压着他继续往前走 等到弥拉和他们爱慕者的声音完全消失了之后 他们已经走进森林的最深处 这里似乎只有他们三个人 一切都显得平静多了 哈利打梁四周的环境说道 我看啊 我们就在这里待一会儿好了 要是有人走过来 在一里之外我们就可以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 过了一会儿 妙弟说道 哎 希望其他人不要出事了才好 放心啦 他们不会有事的 哎 要是你爸能抓到乳修斯马粪就好咯 哈利在荣恩的身边坐下来的时候说道 是啊 哎 这样啊 我看马粪还笑不笑得出来 但那些可怜的麻瓜怎么办呢 要是他们没办法把那些麻瓜救下来呢 别担心啦 我爸他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 哎 这真是太疯狂了 今天晚上有魔法部的巫师耶 他们竟然还敢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 难道他们以为自己能够逃过法律的制裁吗 突然间 妙弟闭上了嘴 回头望着背后 哈利和荣恩也立刻环顾四周 听起来好像有某个人 正在跌跌撞撞的走向他们这片空地 他们三人默默的等待 仔细倾听 那幽黑的树林中的脚步声 但那脚步声却突然停下来了 哈喽 有人吗 哈利小声地问道 四周鸭雀无声 哈利站起来 凝神环顾周遭的树林 但这里实在是太黑了 没办法看得很远 但哈利却可以感觉到 有某个人 现在就站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是谁 然后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 一个像是不会在树林中听到的嗓音 突然划破了极境 而他发出的并不是金黄的喊叫声 反倒是像一句咒语 在那片哈利努力想要看透的黑暗之中 猛然爆出了某个巨大闪亮的绿色东西 他串伸到树林的上方 再飞到了黑暗的空中 那是什么 荣恩屏息地问道 只见荣恩重新跳了起来 抬头凝视那个刚出现的绿色东西 在那一瞬间 哈利还以为那只不过是矮腰排列出来的另一个图案 接着哈利才看清楚 它其实是由一些翡翠绿星星的东西 所凝聚所形成的一个大骷髅头 嘴巴洞里还冒出了一条如舌头般的大蛇 就在他们抬头仰望的时候 它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在一团淡绿色烟雾中 发出明亮的光芒 仿佛在漆黑的天空中 露刻出一个崭新的星座 好了 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 嗯 那些图案定期了好恐怖哦 对哦 那个图案啊 是一个很可怕 很邪恶的组织里面的人 所变出来的哦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敬请期待 黑魔标记的下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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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H 好